哈啰 嘿嘿嘿 so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 它是這一個電影 Marvel Infinity War 你會唸它的名字嗎 它叫Proxima Midnight 你還不想殺你 我們不想殺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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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eally gross 沒有念嗎 Proxima Midnight 這個是黑暗比零星 在這個Avenger Infinity War裡面 的其中一個反派角色 可以買醬公 我們目前也只有 我們可以買collectors collectors 我們可以蒐集 然後它是可以蒐集很多個了 過後就可以 我沒有玩過我們也不可以 Tanos 我沒有Iron Man了 我們買Iron Man了 對對對 Iron Man 我們下面有買 上面有一個跟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哇好多喔 所以今天就來開箱這個東西 最主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for Avengers Infinity War的這個版本 電影的造型 Pacebook Pacebook的 Marvel Legends Series 我都是買這個版本的 因為如果你買Hot Toys的話 那個好貴喔 這個算是在中價位 然後它也不會太小 是蠻經濟思惠的 也有很好的那個收藏價值 OK 我們來開 來 我們來想辦法打開 所以今天這一次比上次幾個的我們 來看一下我們要講 所以它後面有一個Avengers的Logo OK 它大致上就是這樣子的 全部是這樣子的 它有一個Danos的身體 我們先把Danos的身體先拿出來 Danos身體超大個 這個要收齊很多個才能夠組一個Danos 然後接下來 要發 這個有點去弱 小心 小心啊 很怕呢 斷掉了 OK 這是它的武器 它的武器有點軟軟這樣了 小心喔小心喔 這個有點像 吃飯用我刀子 有點軟軟歪歪一些些的 所以要小心 好 現在就是 這個Posima Midnight的雛皮 這個比較容易 出來了 它設計它的身高比較高 它身材的體力也做得非常的好 它有很多的關節可以做那個動作 然後你看它可以做很多 跳手不尖喔 然後這個就可以 裝在它的手上面 就是要硬硬塞的 大致上是做到蠻細的 然後最重要它的臉部 看來 它做到蠻細的 你看它的 額頭上面有一些紅色的一個斑 它都會畫出來 然後我們拿那個 我們之前就買的 Iron Man來比較一下 這個是Iron Man 這個也是同一個款式的 哇 Hoshima Midnight比較高耶 哇塞 真的嗎 這我在電影裡面看不出了 它的真正的身高是這樣 高它 超說有一個頭 太高了吧 這個 這個設計到好高 然後我們來看那個 Wonder Woman VC版的Wonder Woman 就更差更遠了 它高太多了 你看 真的是高一個頭 哇 哇 總共大好多 接下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玩具的特寫 所以今天的這個Poshima Midnight Marvel Legend的玩具呢 就介紹到這裡 掰掰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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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真的 是 紋 紋 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